上次 听说你将你四哥 藏在酒窖里的酒喝完了 你这次来 该不会是问我讨酒喝吧 这双眼睛逾三百年 还能被你找回来 真是歧视啊 你喝了我给你的药 竟然还能记起 那很伤情的前尘过往 更是歧视 这眼睛从先体上摘下来 不得超过七七四十九日 否则就用不了了 对吧 我当初以为 这双眼睛丢了便是丢了 没想到竟然安在别人的脸上 而如今还被你找了回来 替我把眼睛安回去吧 这安是可以的 不过 你且等我把上面的浊气 先清除完之后 清完了才能帮你安上去 不急 小五 你还没告诉我 究竟是何人拿了你这双眼睛 一段情节 不贴吧 素素素 大人 你知道 为什么跟你取名叫苏苏梦 大人从未提起过 因为初见你的时候 你穿着一身苏衣 苏苏 我这一生都在等个人 奴婢知道 大人一直在等青秋的一位仙子 是啊 我十一岁时抓来仇 说待我成年便要嫁于我 可惜他没来 多说是一些活的旧 像是我这短短的一生 不过是他十几日的光景 看来 我是等不到呢 大人 大人 您终身未娶 从未辜负过那位仙子 他不会怪我失严吧 在我死后 在我死后 将我的尸数少成灰 和这珠唇 和这珠唇 藏在一起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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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仑煦 仲美 叶华 或许 你该改口叫我一声大哥 大哥 你是父神的儿子 我的同胞弟弟 当年因为一些意外 导致你的元神 陷入了沉睡之中 于是父神 便将你的元神 放入一株金银 父神深归混沌之日 将你托付于我 我便将你带回昆仁煦 放在这个临时之中 等你醒了 当年 白浅在此学艺时 最喜欢照看的 便是你这株金银 或许 这就是冥冥至终的天意 这就是冥冥至终的天意 也是你们该好好珍惜的 一段缘分 我本是在避过的 后来 还是想见一见你 毕竟 我已经等了你十几万年了 我已经等了你十几万年了 天军 天军 苏锦 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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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给苏锦做主啊 当年的事情 天军您最为清楚 你一定要给苏锦做主啊 天军 天军 你先起来 不 苏锦不能起来 苏锦若是起来 就等于承认了这桩罪名 苏锦 白浅上山 他不禁挖走了我的眼睛 他还 他还要我 为他当年跳下朱贤台的试赔罪 要我自清出去仙境 去受弱水之病 求得秦苍的东黄中 永生永世不在上天 虽然我们天族 因为桑极之事 欠了他们清秋一笔债 可也不能任由那位上神 如此随便 冤枉出治我们天族的人 不错 如果任由别人欺负苏锦的话 我们怎么对得起 我们昔日的兄弟 你们 你们不能只听 苏锦的一面之词 你们要听听我的 听听我姑姑的呀 你姑姑挖走人家的眼睛 就一走了之 她是清秋的女君 又是四海八荒 尊称的姑姑 我们如何请得动她 如果说你姑姑 真想给天族一个交代 那她就不该 偷偷地做了此事 又偷偷地逃走 我姑姑偷偷走掉 还不是为了给你们天族 一个颜面 难道要我姑姑 昭告四海 告诉所有人 你们这个宿己娘娘 当初在做天妃的时候 就如此恶毒 欺负一个无权无视的人 抢走她的夫婿 夺走她的双眼 害她跳下朱仙台 这件事情吗 你这个小姑娘娘 你这个小姑娘怎么如此恶毒 你姑姑挖走了我的眼睛 你竟然还为她在这儿颠倒黑白 你们 你们天族就是欺负人 你们为什么只听她说话 你们陷害我姑姑一次还不够 还要陷害她第二次吗 放肆 我 我 确实放肆 帝君 你不是来帮我的吗 现在为什么帮助苏锦说话 这件事情扑朔迷离 每个人说的都不同 本帝君有句话 虽然可能会得罪天君 但还是觉得 必须要说 帝君请说 这件事情 关系到天族和青丘 肃锦又曾经是天君的天妃 所以这件事情 天君不该出面 否则难免留下口识 让青丘以为 我们在审这桩案的时候 是有私心的 帝君的意思是 天下人都知道 本帝君是曾经的天地共主 又和任何部族 都没有亲近的关系 后宫空置 远离红尘 所以这桩公案 应该由我来主持 才能堵住悠悠众口 可是帝君 与青丘的白凤酒之间 怎么 我刚才说的 还不够清楚吗 帝君只是要让本君 从这件事中抽身 要给青丘一个交代 如今这情景 本君确实不能再维护他了 且看他自己的造化吧 本君认为 帝君的这番话 确实有些道理 那本君就在一旁听审 不再察言 苏瑾 你可认为 本帝君会偏袒青丘 苏瑾 不敢怀疑帝君 你们呢 可认为 本帝君会偏袒白凤 你不敢 臣等不敢 那 宋瑾 你就慢慢说吧 就从七万年前说起 我久居太臣宫 并不知道你们的事 现在就给你们这个机会 将此事说清楚 是